那今天就是要來 公開我國二的比賽影片 遇到亂流 還有單槓打頭陣了 他們打頭陣都是最穩的 阿姿是最差的 歡迎收看 iSEN Show體操 今天呢 在 我的高雄老家 翻到了一些 以前的 CD 你知道喔 今天能成為一個 專業的體操教練 是經過 淬練成長的變化 才爬到今天的位置 那今天就是要來 公開我國二的比賽影片 國二的那一年是我遇到 在練習體操裡面 最瓶頸的一年 因為那時候 男生發展本來就比較晚一點 所以 那時候都沒有什麼 肌肉也沒有力量 所以做動作都是非常困難的 也都撐不起來 那在那段時間呢 也剛從 國小到國中這個階段 是一個瓶頸級 就是開始發展很多 新的難度 那時候練的時候 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每一個動作 對你來說 都是一個新嘗試 練一個動作 你也知道 不是三兩天的功夫 就練得起來 一定經過好幾年 你有可能才會練出一個動作 所以那一段時間 其實 滿痛苦的 因為 比賽也都沒有成績 上面的學長姐 你也都贏不了 所以那一段時間 其實是我在開始考慮 還要不要繼續 練體操 這個問題 但那一年呢 我就給自己一個目標 假設這場比賽比得好的話 那我們就繼續練 比不好 我就跟我媽說 我不練了 我要去打網球 因為那時候看了電視轉播 WinBudum 女子單打決賽 Shara Pova 太漂亮了 我就跟我媽說 我要去打網球 我要出國以後 跟她一起比賽 哈哈哈哈 最終 這場比賽 我也比得 還OK啦 所以我就繼續練下去了 那我們現在 廢話不多說 就來看這一場 93年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男子團體決賽 GO 好我出來了 又黑又瘦 這是一個 後空 轉一圈半 再接一個前空 有夠瘦的啦 這個為什麼要那麼快趴 你知道嗎 因為站不穩 硬要落案嗎 爛到不行 我跟你說 那個時期 做慢舉倒力 算是蠻厲害的 因為手真的很沒力 都頂不住 後面那個是我教練 帥哥 遇到亂流 最後一個 我還做了轉體 720 就是轉體兩圈 以 柏爾來說 算厲害啦 OK啦 然後我這個時期的阿瑪 還比我 大學的時候還厲害 雖然姿勢很醜 但至少整套都沒有掉下來 我國一第一年的時候跟大便一樣 然後第二年直接飆漲 當然也是被我的魔鬼教練逼出來的 所以我真的還是要感謝他一下 感謝黃老師 大家也知道 第三項是我們的吊環 吊環是非常吃力量的動作 但那時候我們都還在發育啊 所以 根本就沒有肌肉 就只能做一些比較簡單的 像這個 難度就不是很高 然後這個腳應該要伸直的 真的沒力啊 你看那個腰 看那個腰 BANANA 哎哎哎哎哎哎哎唷哎唷 那時候的姿勢真的是不太好 膝蓋都打不直 那也不錯啦 就至少 我項目都沒有失敗 就是都還是有整個套路完成下來 我們來看第四個項目 這跳馬 也是我之後的強項 那時候為了練這個動作 然後直接折斷我無名指的指甲 從裡面噴出來 因為你是往後 所以手去插 直接從裡面噴出來 跳馬最大的優勢就是 他衝出去 幾秒鐘就完成了 因為上國中開始之後 都是自己編一個套路 然後國中至少要有八個動作 高中就要十個動作 所以你這八個動作 如果做不出來 少做一個的話 分數都會差很多 那也有可能因為你一些 奇怪的姿勢 被下面的裁判認定為 你那個動作是不算的 那有可能 你如果只編八個剛好的話 少一個都不行 OK還算不錯啦 哎唷 單槓打頭陣 通常打頭陣都是最穩的 啊姿勢最差的 呵呵 還算流暢 OK啦還不錯啊 今天的回顧影片就到這邊 其實中間看一看其實覺得 還滿懷念的啦 那個時期然後 慢慢的成長上來之後 到之後的程度 整個幅度變化很大 也慢慢的感受到自己努力 拿到成績後的那個感動 所以這一條路其實努力這麼久 沒有後悔啦 就那段時間 就幸好自己有堅持下去 然後也才有今天的一季之子 那我之後會再考慮一下 要不要公開 我大學的 比賽影片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艾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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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